花蓮兽封箱里鱼潭监视器镜头突然开始上下震动 接着又开始左右摇晃 里鱼潭的湖面也震出了明显波纹 另外还有花蓮海边大石鼻山一带 一样感受明显摇晃 屋外菜园种在地上的植物跟着地震震波摆动 屋内的天花板吊灯也像是在旋转一样 民众赶紧逃到屋外 手机地震警报响不停 6号傍晚台湾发生两起规模5以上的有感地震 第一起在5点45分规模5点9深度15.6公里 镇央在花蓮县府南方26公里 位于花蓮近海 花蓮台东最大震度4级 宜兰台中嘉义云林等地也有3级 第二起明显有感地震发生在5点52分 规模也是5点9深度16.1公里 位于花蓮县府南方27.8公里处 花蓮南头侧到4级 台东台中宜兰嘉义三级 两起地震在台北市也测到一级震度 不管是北边或者南边 其实这整个地震的趋势 虽然今天又再发生了两个5.9 但是整个趋势我们还是会看到 它逐渐整个余震的活动 逐渐有在减缓的趋势 气象鼠地震中心解释 这两起5.9的地震 都算是4月3号花蓮墙震的余震 至今已经超过了一个月 还是频繁发生余震 累计到6号晚上6点23分 已经有1371起余震 民众还是得要小心 随时都要做好防范 TVBS新闻台北花莲 这种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